主席 贫富悬殊问题一直困扰着香港社会 在强调市场经济滴流效应的政府政策里 贫富悬殊一度被合理化 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这两年 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显了政府向商界倾斜的政策 回顾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政府仍以救市等于救人的模式运作 基层市民仍是被牺牲的一群 在上个月初 劳福局局长罗志刚曾反驳政府的越乎越贫 明然改进坚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后 排名是有改善 但最后 局长亦难以否定香港在64个经济体系中 仍是贫富悬殊 处于最高的三分之一之中 一个人坤生产总值接近5万美元的高度发展的城市 普罗市民分享不到经济成果 以至社会矛盾不断深化 政府难持其咎 从数据来看 越乎越贫 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 本港的贫穷人口是130万 9年过去 尽管政府资源有增无减 但贫穷数字依旧徘徊在130万至140万人左右 在疫情爆发前 贫穷人口更升至149万 贫穷率为21.4% 两者皆创下2009年的新高 可以看到 多年来推出的津贴类型的措施 不论是恒常的现金项目或非恒常的现金政策 并没有根源性地舒缓香港的贫穷问题 缩责贫富的红沟 主席 过去我曾多次建议政府检讨税制 希望政府设立资产增值税 在证券市场和物业转让获利的征税 事实上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 获利最大的并不是生产实业和身奉 而是以金融财技一买一卖 廉取丰厚的利润 累积资本 以资产增值税作为财政再分配的手段 是有助消微贫富差距 与此同时 我建议政府设立生活工资指标 鼓励市场改善基层市民工资 竹琴建架的情况 政府亦应订立扶贫目标 例如制定提升住屋 以及教育福利的时间表 让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的租金来换取暂住居所 更多的开支用于医疗 膳食 子女教育等等 将资源投放未来 突破社会层级向上流 这个只是达到最终脱贫的目的 最后 我必须提一提最低工资 对劳工界而言 争取设立最低工资的目的 是要保障社会最基层市民工作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但这个基本原则并不包括离定最低工资水平考虑的因素来 再加上两年一检不合理的安排 以至最低工资完全发挥不了保障基层市民生活的目的 我认为必须要全面检讨最低工资的运作 这个不是不但把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 还应该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需要 纳入离定最低工资的考虑因素来 主席 消微贫富差距的方法 早是老生常谈 劳工界多年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但关键是仍是在政府是否有决心去解决 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有决心去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也应定下解决贫富差距的目标 主席本人近似陈前 主席本人近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本人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